黑神话悟空首发只有PS5版和PC版 PS4和PS4的Pro是玩不了它的 XSX和XSS估计还要等等 PC标准版268 豪华版328 支持Xbox手柄和PS5手柄 有中文和英文语音 虽然是单机离线游玩 但是它使用了D加密技术 可以有效的防止盗版 但就这个防盗版技术 可能会多吃一点点的硬件资源 黑神话悟空画面非常好 但是它对显卡要求并不高 不客气的讲 目前3000出头的电脑就可以玩到高画质 具体请看这张表 咱们先看第一列 显卡是GTX1060的6G和AMD的588 这可是78年前的老甜品卡了 它能玩到1080P分辨率的中等画质 至于说帧率稳不稳 30帧还是60帧就不好说了 具体得看优化 但各位要注意啊 这游戏需要130个G的硬盘空间 PS5版如果未来有实体盘的话 应该也是两张盘 像大表哥2 2077 美墨2都是两张光盘 另外 黑神话悟空还支持机械硬盘 但是他推荐用固态硬盘 他应该针对机械硬盘做过优化 估计机械硬盘的加载时间比较长 如果想玩到1080P的高画质需要2060显卡 或者是英特尔的A750 或者是AMD的5700XT 当年有很多人说PS5显卡的性能相当于5700XT 这下啪啪打脸了吧 我前面说的3000出头的电脑 目前来看能配到6600显卡 这个显卡就是这个级别的 可以玩到1080P的高画质 4K分辨率的超高画质 请看这一列 它需要4070显卡 或者是7800XT显卡 上面介绍的这三种画面模式 算是黑神话悟空的第一种形态 都是不开光追的画面 如果游戏开了光追 需要什么样的硬件配置呢 还有为什么要开光追呢 咱们以新出的黑神话悟空 全球预购宣传片为例 我看的是4K分辨率60帧的视频源 在42寸的4K电视上看的 细节和色彩非常的棒 这个画面一定是有光追加持的 好我们继续看这张表 1080P中画质光线追踪低 需要3060显卡 1080P中画质光线追踪中 需要4060显卡 4K分辨率的高画质光线追踪超高 需要4080Super显卡 这个4080Super显卡比4080性能要高3-5% 那我的4080显卡应该也能玩到这个级别 不过各位有没有想过 上面说的这三种光追模式 是不是通过DLSS 大力水手来实现的呢 官方并没有说 我感觉应该是有DLSS的加持 才能玩到4K光追超高的画面 英伟达官网说了 黑神话悟空是支持DLSS3.5和全景光线追踪的 不知道各位注意了没有 光追的这三档硬件配着要求 根本就没提AMD显卡 现在请各位求一下AMD显卡用户 此时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支全球预售的宣传片 里面那个悟空的那个大脚丫子 还有小水坑 还有悟空的面目表情 还有毛发特别真实 还有身上的铠甲质感真是太强了 你们认为这些画面是CG动画 还是实时演算出来的呢